亚洲最前线世界商机一把抓 全亚洲的华人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亚洲最前线 首先就带您关心今天的财经焦点 澳洲央行周二决议维持基准利率 与历史低点不变 并且表示澳元还有走点空间 后QE时代市场热钱撤出 大陆市场首当其冲吗 今天财经旺交点深入点评 今日我最站要带您看看纽约曼哈顿 最高贵的住宅大楼 一平至少640万元新台币 亚洲人投资美国商业房地产的规模 更创新高 大陆企业近年来经济成长的速度 是冠聚于全球 而企业发展纷纷跃上了国际舞台 不论是基深全球第二的电子商务阿里巴巴 还是低价智慧手机华为 都是媒体所关注的焦点 除了商业规模越来越壮大 现在战略建设也有大突破 路上再拿下尼加拉瓜运河建造工程 以及营运权再度证明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 不过随着中央打热前 有条件容忍低经济成长率之下 大陆的经济开始降温 外界甚至看坏明年经济成长率只有3% 那么大陆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开始泡沫呢 今天的财经旺焦点 我们将要带您深入点评 首先就带您来关注今天的全球股市 星期二美股小跌作收 道琼工业指数是收在14932.41点 纳斯达克也是下跌 欧洲股市我们来看 周三开盘是该开低走低 滨德法三大指数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暂时收在跌市 那么德股法股跌幅都超过了1.7% 受到美股拖累 亚洲股市今天也纷纷下挫 日本韩国都是以下跌作收 那么香港中错了505点跌幅有近2.5% 另外再看的是新股还有印度股市跌幅 也超过了1.3% 马来西亚暂时下跌 大陆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以及上海A股疲软收跌 而深圳A股则是小涨的局面 再来看看台湾股市 今天则是下跌104.44点 8000点再度跌破 台湾百年铁路进入了新纪元 台铁普悠马号首次标出了 时速150公里的急速 这也写下了东亚第二记录 一般时速到200公里 就可以称之为高铁了 160公里以上可以称为准高铁 所以换句话说 台铁要迈向时速160公里的准高铁 已经不是梦 未来台北到台东只要花三个半小时 摒弃凌晨台铁硕士驾驶 05件紧握控制台上的动力电门把守 加速前进 列车速度表一路从130公里 38秒之后 普悠马号以台铁史上最高时速 150公里飞驰 象征着台铁百年铁路运输 进入到新的纪元 不仅写下了东亚第二记录也证明台铁力拼时速160公里 的准高铁不再是梦 因为以前没有跑这么快的速度 所以大家都忙着确认车况这样 所以当初就忘了突破150的时候 忘了环弧鼓掌这样 速度150圈 目前速度150 比赛 红白相近的车身内部比照高铁规格 四人对坐了三桌椅 台铁号资了106亿 采购17列普悠马号 从去年底开始陆续动用上千人 投入200万 起后耗时一年时间进行试车 不但将沿线的电车线加粗 电感的支撑力加大 强化了轨道 测试当天甚至将铁路进空 禁止其他的列车进入 但是零人一脚 试车员却当场窃场 由一旁督场的零武剑代替上场 因为十几年驾驶经验的零武剑 是彰化大学积电工程系研究所毕业 成为了台铁百年以来 列车时速达到150公里的第一人驾驶 他倍感容烟 台铁强调新车大军 明年将会全面投入东部干线 未来民众从台北搭火车到台东 也节省了两个小时时间 只需要三个半小时就能抵达 让回家的路更短也更快 专门新闻林东明 沈永云SG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 澳洲央行周二决议维持基准利率于历史低点不变 同时也暗示通膨因为疲弱 未来几个月利率还有可能进一步的调降 并且也表示澳元汇率还有走扁空间 而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澳元汇率从一澳元兑换0.9221美元应声走低到0.9169美元 雪梨汇市收盘 澳元收在一澳元兑换0.9191美元的价位 澳洲央行总裁史蒂文斯表示 澳元汇率依然持续在高位 未来可能继续贬值来协助澳洲经济成长再平衡 大陆企业继拿到巴基斯坦瓜达尔的承建权之后 那么在战略建设上面又展现一个突破 全球最大基础建设项目之一的尼加拉瓜运河 将由香港湘尼集团斥资400亿美金建造 营运有效期是50年 湘尼集团董事长王靖表示 工程预计在2014年底开工 尼加拉瓜运河全线通航之后 年收入将达55亿美元 而且完工之后将可以降低从拉美 向中国大陆运输石油的成本 尼加拉瓜政府估计 运河项目将使该国目前为100亿美元的经济总量 每一年增加15% 由于全球大钢铁厂建设专案越来越少 台塑集团在越南河境省永昂经济开发区的 大钢铁厂专案 受到大陆重量集业者的关注 近日就传出 大陆钢铁业楼头宝钢集团旗下的宝钢工程技术集团 标下台塑合进钢铁厂全厂铁路工程 金额创下宝钢海外专案新高记录 越南合进钢铁厂专案是已故的台塑集团创办人 王永庆在2008年重大海外投资案 当时王永庆选择在位置偏远条件艰困的合进省 投资170亿美元建设钢铁厂 预计这项专案2017年第三支高炉建成以后 总年产能上看1050万吨 规模追上中钢 正式投产以后 渴望成为东南亚产能最大的钢铁厂 大陆再寄出反垄断调查 大陆国家发改伪证时 对于包括雀巢 惠士 亚培 多美兹 美赞成五大国际婴幼儿奶粉品牌 展开反垄断的调查 同时这也是继日前对大陆本地的合生员 采取同样的举动之后 再一次的大动作 根据新华网报道 调查的奶粉企业涉嫌操纵 抬高奶粉价格不法行为 如果确认违反了反垄断法 违法企业可能面临巨额的罚款 罚款金额可以达到这些企业 年销售额的1%到10% 大陆中央要求地方产业结构升级 让过去依赖投资和高耗能产业 带动经济成长的中西部各省 踢到了铁板 今年上半年明显出现 经济降温的迹象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指出 上半年统计 河南 河北 湖北 湖南等 钢铁 煤炭 电解铝等产业 成长普遍乏力 不少的企业亏损严重 产业低迷 导致GDP全面疲软 大陆产业转型 显然是踢到了铁板 最近要到日本北海道旅游的民众 那么要特别当心了 旅游行程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为最近北海道旅客爆量 游览车呢 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形 面临没有游览车可搭的窘境 随时微风美景当前 夏日北海道成为避暑胜地 碰上暑假机场人超出团多 却如今爆发 游览车在当地不足的中心 小气的话有一点点吧 人多难免 现在团超出 不过其他人可没这么好运 根据统计七八月 由北海道一共进两千团 光是七月就占一千三百团 其中五百团约一万五千人 有缺车问题 主要除了暑假外 东南亚免签 日币贬值 台湾天空全开放 都让北海道人强暴增 但日本游览车真的不够吗 因为他们对北海道的保护的 就是说你本周的车 不能进去营业 他们有这样子的悲惊 其他地区游览车 南支援旅行团出团受阻 雄狮九十五团中十四团人 吊车可乐只有十号之前 确定游览车没问题 一游往三号的团 只有确定第一天有车 其他天都还在苦苦照车中 当天要出团 才跟人家讲说 这个游览车没有电话 不能出团 这个要赔一倍 就是百分之一百 如果是出发前一天的 那个就要赔百分之五十 要出团旅行社 如果改其他交通工具 只要合法都可以 但先决条件 超额费用不可多收 多余费用也得退 民众不想坏了 旅游兴趣 出团前再生确认 确保晚得开心 中天新闻 陈俊杰长次台北采访不到 广告之后回来 财经旺交点的单元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 后QE时代要来临 市场热田 已经撤出新兴市场 大陆市场将要受到了冲击吗 我们会邀请到 施罗德投信副总裁张翠玲 来到现场做精辟的剖析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 接下来的财经旺交点 今天我们要跟您来探讨 现在大家都在等着看 后QE时代 究竟这个钱会要如何来流动 比方说 当我们在看5月底 这个Bernanke 那么它一释出了一些风声之后 那么市场上非常的敏感 立刻你就可以看到 包括股市下挫 那么尤其呢 从新兴市场 窜逃出来的这个基金 那么还有这样这个 外资的资金呢 似乎就像是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那么但是这个球 这个雪球 是不是真的会流向这个美国 那么资金是不是真的 就要回流回报美元呢 那么现在这个QE时代 究竟应该如何投资 我们的钱应该要怎么样去配置 我想在今天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那么尤其呢 当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当中 中国大陆最近看到这个经济 有衰退的隐忧 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呢 在财经旺交点 邀请到的是 施洛德投信的副总裁 张翠玲副总裁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做现场精辟的点评 您好副总裁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想这个文南克呢 这个FED的主席 预告说这个后QE时代来临之后 这个钱呢 跑得真的很快 市场上这个热钱呢 从新兴市场 加速的撤出 回流到美国 而资金是不是会持续的 从亚洲国家退潮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 一时的短期的效应呢 先请教您 好 基本上我们可以分 就是说资金呢 它如果当它布局在亚洲的时候 它基本上 虽然会有一些退潮的一个现象 可是 基本上因为亚洲在全球扮演的一个角色 其实还是蛮重要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一个经济体呢 它有可能在很快的几年之内 它可能就会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那一旦 像以中国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一个经济体的话 我相信全球的资金呢 即使在现阶段 适度的会撤出整个新兴市场国家 可是当它看到像中国为主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亚洲的一个经济体 这么庞大的一个情况下 不会所有的资金全部退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会觉得说 就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亚洲它其实有它值得投资的一个机会点 那只是短线或多或少 还是会受到一些资金回流的一个影响 不过其实如果我们来看 从整个新兴市场来看的话 我们相信其实如果以新兴市场来看 亚洲 拉丁美洲 新兴欧洲 都算是新兴市场国家 那这三个地区的一个从经济基本面 或者从它的投资价值面来看的话 我们会觉得亚洲 其实它可能会维持维护这个资金 留在亚洲的机会 其实相对会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在整个全球的新兴市场当中 新兴亚洲的这个资金 应该停泊在亚洲的意愿会比较高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从过去几年以来来看 其实外国人投资在亚洲股票市场的一个比率 大概都维持在25% 这个比率大概没有太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动 可是过去这一段期间 这个资金流到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个资金比重 其实是高于亚洲国家的 那以目前现阶段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拉丁美洲国家 其实最主要是受到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 所以拉丁美洲国家 目前面临比较大的一个经济结构的一个调整 而且我们也看到像巴西 其实它的一个民众 对于它现有的政府 其实有一些所谓的抗疫的一些活动在进行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这是属于像拉丁美洲国家有这样的一个社会不安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持续存在的 再加上商品的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下滑 因为其实商品的出口在拉丁美洲国家至少有25%以上的一个出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出口值 所以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影响相对是比较大 可是亚洲来讲的话 亚洲这个国家呢 这个区域很有趣的就是说 它的经济体是比较多元化的 也就是说亚洲比较仰赖这个商品相关的 大概就是在印尼跟马来西亚 其他的国家 其实它的一个经济的多元体 譬如说我们一般都会把它区分为东北亚国家 基本上是比较以电子产业为主的 像台湾跟韩国 那东南亚国家除了我刚刚提到的马来西亚跟印尼 是以靠商品出口为主以外 其他的国家其实它是有庞大的内需市场 或者所谓的一个代工的一个市场 或者是甚至我们看到印度有一些企业 其实在国际上它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以亚洲来看的话 它不管是它的一个经济体的多元性 其实它也比较有机会留得住外资 就是说它其实有它的一些条件 还有它的诱因 所以现在短期跑出去的这些钱 从亚洲撤走的这些外资的资金 那这些是所谓的投机的热钱吗 因为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基本上全球有所谓的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的钱基本上一般会比较被界定为 所谓的投机性的一个钱 那一般来讲对冲基金 它比较容易受到美国利率的影响 因为对冲基金的操作 它很多是借钱来做投资的 那所以说如果当美国的利率 对美国利率在上扬的时候 基本上这一部分的钱 它其实会降低它的一个部位的 那相对来讲 你就会看到部分的一个资金的流出 可是事实上 就以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也看到包含像挪威 或北欧的这些国家的一个 所谓的退休基金 我们知道像北欧国家 还有很多的退休基金 那甚至像在中东半岛所谓的主权基金 财富基金 这些基金你可以发现 他们其实都是逐步在增加亚洲的一个持有的一个比重 那这为什么要增加亚洲持有比重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亚洲的经济体 它未来在全世界扮演的角度 是越来越重要的 所以他们也认为说 就短线来看 也许市场会有一些震荡起伏 可是就中长期的一个角度 亚洲其实是值得投资的一个地区 所以大家应该着眼点是要摆在这些 比较长期投资的 比方说类似像Pension Fund 对 没错 但是像这种您刚刚讲 比方避险基金 这种就是来得及去的也快 但是如果一看 好像又有机会了 它可能又会回来了 是的 因为以亚洲来讲的话 现阶段目前当然是因为中国大陆 面临的一些所谓的结构性的改革 那这结构性的改革 如果它顺利的一个 让它改革成功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也会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的一个中心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所创造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效益 其实是会非常可观的 好 那如果说真的 未来还有前景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看的 就是中国大陆 它是大家最要先瞩目的一个重点 因为中国大陆为首的这个新兴市场 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当这个资金一旦要撤出的话 那它会是首当其冲 而且它现在又有条结构的这个问题 对 可是如果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股市 它现在的一个股价 当然在最近几天 其实是有一些反弹 可是你可以发现 它的市场的一个股价水准 是落底的一个水准的 也就表示资金该流出去的大部分 也都已经流出去了 那其实以投资中国来讲的话 其实有一大部分的钱 也是在香港市场来做投资 那当然这个以国际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香港的一个不管在上市 或它的流动性来讲 其实相对会比中国 是有一个资本管制的这样一个市场来得大 来得好很多 所以在资金投资上面 基本上其实是会放在香港比较多 那不过我们如果从最近 大概这个礼拜以来来来看的话 其实又有一些钱开始回流到香港的一个股市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个钱荒的一个问题 虽然短期间造成这个所谓 它的这个银行间的一个拆借利率 一度飙升得非常高 可是我们相信就是说中国 不至于会发生所谓的金融风暴的问题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管制的一个经济体 而且它的金融业大部分也都是国营的 或者是地方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一个机构 所以基本上其实以中国目前的一个 经常上顺差角度 或从它的外汇存体的一个角度 毕竟我们都知道 它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存体的一个国家 那以它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有能力去抑制 它的国家发生所谓的金融风暴的 那所以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中国虽然短期间有一些震动期 因为它这个震动期里面 它必须能够成功的一个转型 包含它目前在解决的一些问题 我们譬如我们看到户口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是 如果你落籍在譬如说偏远的四川的话 那你在上海你就不能买房子 因为你就不是上海人 那你在上海你的小孩子要受教育 也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要上公立学校 或甚至你要去看病的话 如果你的户籍不是在上海的话 也是会有问题的 那我们相信其实中国目前也蛮积极的 在处理它这个所谓的户口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政策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看到就说 虽然最近发生了一个前方的问题 可是它代表的 就是中国的一个 它的一个政府当局 其实已经正视这个问题 那其实在金融市场里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黑天鹅事件 就是当大家没有注意到它 它发生了 这对市场造成的冲击是最大的 可是当主管机关已经在 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它发生 这个所谓的一个金融风暴 其实这个几率相对就会降低很多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不认为中国会发生 很严重的一个金融风暴的一个问题 反而它只是说 在这个处理的过程里面 会有稍微有些震痛 可是就中长期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它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的一个成长 其实是利夺而不是利空的 对 不过您刚刚讲完就是说 其实官方的态度是格外的重要 但是也就是因为一开始 发现官方态度是显然坐视不理的 所以大家其实才会对于这个钱荒 才会感到如此之的恐慌 对 可是基本上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它其实当它感觉到市场上 其实这个恐慌心理在形成的时候 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到市场里面来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在6月20号当它的一个所谓的 银行间的猜款利率飙升到12 或甚至20几个percent以上之后 其实它在未来的大概一个多礼拜 它其实利率就很快被引导下来了 不过其实从中国的一个政策里面 它其实它很清楚的告诉金融体系 也就是说你的一个放款的一个方向 其实要有助于经济的一个正常发展 而不是去资助这些比较不理性的 一些理财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发展 所以其实它已经慢慢在导致这样的问题 那就像我刚刚提到 这短期间会有一些震头 因为可能有一些企业或有一些信托公司 它短期间会有资金紧俏的一个问题 可是就中长期来讲 如果这个问题可以慢慢被解决的话 基本上对中国经济长远来讲 还是利多的一个因素 所以本来其实大家会蛮担心就是说 那银行业的这个问题 看起来挺大的会担心 那之后可能就会爆开来 所以看起来好像您的看法是趋向比较乐观 我们认为就是说 以中国的一个它目前的一个 不管是它的一个外汇存底的一个角度 还有从它目前的一个银行的所谓的资金 营运的资金 基本上并不是靠举债而来的 这个跟当时 譬如说我们去看美国或欧洲的金融风暴 其实美国的或欧洲的金融体系 它其实是靠很多的杠杆原理 在操作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金融的营运 可是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一个银行体系的话 你可以发现它的资金 如果靠举债而来 相对的比重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以中国大陆它有非常庞大的一个外汇存底 如果你去看它政府的举债 当然这个比例大概有人预估是35% 有人预估是60几个%这么高 那可是如果相对于欧美的国家来看的话 欧美像美国来讲 也几乎都是100%的一个负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准 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以相对来看 中国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那第三个要看的就是说 中国毕竟还是一个资本管控的一个国家 那资本管控的国家 当它要比较严格的去执行 去避免事件发生的话 其实它的能力相对也是会比较高的 那这些事件 其实在过去的几次的金融风暴里面 其实包含像1997年左右 亚洲的金融风暴里面 大家已经感受到 如果它的一个国家 是采取比较严峻的一个资本管制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避免 它的一个黑洞继续恶化下去的 是的确我们其实是在担心 就是说大陆的经济 现在看起来挑战很多 地方债务是不是像个黑洞 而且像刚刚呼应副总裁所谈到的 就是说IMF 其实他们有警告 就是说债务的这个数字 可能是高达大陆GDP的一半之多 所以他们也是警 那6月份因为一看到这个钱荒 好像你短期看起来 书姐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会担心这个更严重的问题 会不会在后面 那尤其当我们看到 就是6月份的这个PMI 已经到50.1 那这看起来就有点像是 到了一个临界点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掉 可是如果我们从相对角度来看 说整个欧洲目前大多数的国家的 一个PMI都在50以下 中国至少还在50以上 所以是50.1 一点点临界点 可是这只是代表 中国的一个制造业 基本上他们目前面临的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制造业活动 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情况 那为什么会比较弱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过去以来 这个在产业界有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传言 就是说当中国的企业 积极的进到那个产业的话 那个产业大概就会有所谓的攻击大于需求 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攻击会过剩的一个现象发生 这个情形已经发生在 包含像水泥业 包含在钢铁业上面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其实以中国来讲 它目前在处理的是一个 所谓的oversupply的一个问题 供过于求 对 供过于求的问题 那如果这个oversupply问题 随着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导正 也就是说让金融业能够把钱 就是能够放到一个该放的一个产业上 而不是无限制的放给所有的一个 都要涌进来的人的话 我相信这个对中国来讲 其实或者对全球来讲 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利多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虽然中国的PMI制造业的指数 其实是缓步的在下滑 可是如果我们从最近两三个月的一个出口值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它的出口的一个比例 其实慢慢在回升 那为什么它的出口比例会慢慢在回升呢 其实大家有注意到 其实像美国的经济 算还是蛮温和的一个成长 欧洲虽然还在景气衰退的一个界线里面 可是我们也看到欧元区的像PMI 其实也是创大概16个月来的新高 那包含西班牙 葡萄牙 这些国家其实它的PMI 也都慢慢在往50的这个融枯点 这个临界点在往前迈进 所以你可以发现来自于欧洲跟美国的一个 订单有慢慢在回温的现象 所以这也有利于中国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成长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许五月六月或七月 我们看到中国的PMI的一个数字 可能会稍微的一些回软 可是也不排除在第三季 或者是第四季之后 因为我们毕竟知道像第四季 有所谓的欧美的这个圣诞节的一个效应 那如果从这个 零售商的一个商机 那这些商机它其实可以带动制造业的一个产能的一个回复 或者是重新的回补库存 或者是库存的一个出清 那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效应 好 那么等一下广告回来呢 财经旺交点的单元 我们马上还要继续的待您口息 后QE时代对于全球经济 又会有哪些的影响 而亚洲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亚洲最前线 接下来财经旺交点 我们持续的再来跟施罗德投信的副总裁 张翠玲副总裁来聊一聊 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后QE时代 要怎么样来看清市场 还有同时您刚才也特别分析了一下 中国大陆的前景 那但是您在刚才的这个访谈当中 我听得出您对于这个亚洲股市前景 是持续看好的 那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通常这个股市在涨 一路在涨的时候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来讲 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多买一点 然后我会觉得很饿晚 但是呢等到它真的跌下来的时候 可能你又会觉得说 还好我当初没有买 或者是你觉得说 可能还不是一个买点 但是其实这个投资的时间点 它往往都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浮现的 对 没错 所以就您的观点 既然还是持续看好亚洲 你会认为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timing 这个时机是对的吗 好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 比较短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通常在一个击杀之后的一个市场 会有所谓的反弹行情 那这个反弹行情里面的话 通常就是跌比较深的市场 它反弹的机会会比较大 所以这是从一个比较短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从一个中长线的一个角度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能够掌握到最好的买点 然后能够请全力的去买这个市场 可是其实我在这个所谓的投资市场 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 其实我们发现往往呢 大家其实大多数的投资人 都是属于比较后知后觉的 重型的一个投资人 因为重点是 大家都是有一份工作的 所以你的重点还是在你的工作上面 投资基本上甚至要花心思 可是它并不是你的本业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投资人呢 我通常都会建议就是说 亚洲中长期他的投资前景是看好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所谓的定期定额 或定期不定额的方式 来分批的一个进场来购买 基本上当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当市场跌的时候 你买的单位数是比较多的 你要有耐心去等待当市场的一个反弹 那其实我们如果 综合了大多数的这个投资专家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 所有的投资专家都会告诉你 当你相信这个市场 它中长期 它是有经济成长潜力的 那你就要放心的去买它 可是你要有耐心的去持有它 那等它市场真的 如你所预期的上来之后 你再开始做一些 获利了解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知道 就是说投资亚洲股市的理由 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那这里有几个理由 可以供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就是 原物料的价格下跌 原物料价格下跌 我们都知道 当价格下跌的话 厂商它在 它的一个成本会不会降低 会降低 那以亚洲来讲 大多数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靠原物料进口的 我们举例 大家都生活在台湾 大家很清楚 我们的能源 我们的天然气 都是要靠进口的 我们的大豆黄豆 也是要靠进口的 所以当你看到 原物料价格下跌的时候 它对于 这些企业来讲 它会不会有一些力度 因为它的成本下降了 那成本下降 它反应会反映在 它毛利率会往上扬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 原物料价格下跌 它对亚洲国家来讲的话 基本上会有利于 它降低它的 所谓的通货膨胀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的亚洲国家 有三成到五成 它的CPI的一个成分里面的话 是来自于食物 或者其他原物料相关的一些 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 那如果你看这个CPI 大概有30到50%是来自于 商品相关的一个价格 当原物料价格下跌的时候 通货膨胀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那通货膨胀压力 不会这么大的话 亚洲大多数的国家 它就比较不会有 所谓的升息的一个压力 那不会有升息压力 对企业的利多 就像我刚刚提到 原物料价格下跌 企业它的成本在下降 对不对 那如果它没有升息的 一个压力的话 利率是不是可以维持在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水准 它不见得要马上 就跟美国一样 来做一个升息的一个动作的话 那企业在筹支上面 它成本会不会下降 也会下降 所以有这样两项的利多 对亚洲的企业 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个支撑 会在获利率的一个表现上面 第三个 当你的利率 如果相对没有升息的压力的话 我们都知道 其实全球所谓 一般来讲叫做利差的一个交易 那英文叫做 carry trade的一个交易 那当然如果你的利率相对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升息压力 那美国假设有一些升息的压力 你的利差在缩小 对不对 那这个会反映在哪一个部分 会反映在你的货币的一个价值上面 所以你的亚洲的货币 也许它就不会有 那么大的一个升值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都知道 亚洲大多数的国家 尤其东北亚的国家 都是靠出口为主的一个经济体 如果你的货币没有太大的升值压力 也就是说 比较倾向于是贬值或持平的一个水准 你的原物料的一个成本 就要下降 你的利率水准 其实这个你的投资的一个成本 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的话 这对企业的获利来讲 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多 再加上欧美的一个市场的景气 慢慢在回温 那我们都知道以像 这最近一两个月以来 我们看到包含台湾韩国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出口 其实是有缓步在复苏的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说 亚洲国家虽然 譬如以台湾为例 我们都知道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出口 是到中国大陆 然后再做成成品之后 再出口到欧美的一个国家 可是除了这一块以外 台湾其实对欧美的一个出口 基本上还是有 大概2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所以当美国的一个景气 在复苏的话 台湾对大陆的一个出口 会不会增加 是会增加的 另外有一个 大家可以注意看 像以台湾为例 或者是韩国为例的话 其实出口到东协国家的一个比重 也是逐步在升高 那这几年以来 我们看到东协国家的一个经济 是很明显在成长的 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亚洲的企业 可不可以收费 我刚刚提到的 这三四项的一个利多因素 是有机会的 所以如果企业能够收费 这些利多的因素 它会反映在它的一个股价上面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告诉大家 为什么亚洲值得你去做投资 是从很基本面 从企业的获利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最常提到 亚洲最多的是什么 人口红利 对亚洲 你看我刚刚一再提到 中国有13亿的人口 印度也有10亿的人口 甚至东协加起来 这个人口数也是非常的多 而且这些人口红利里面 除了中国以外 大多数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属于青年的人口红利的一个利多的因素 那青年人大家都知道 年轻人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他可以去就业 他可以去创造 就是创造经济价值 年轻人一定比较舍得花钱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他会赚钱 他会花钱 那经济动能是不是很有活力 对 那有这样的活力 其实对整个亚洲市场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利多 所以综合我刚刚提到的这几项的一个利多 从企业的一个获利的一个角度 从中长期的人口红利的一个角度 我们都认为亚洲其实就中长期来讲 它相对于拉丁美洲 相对于新兴欧洲 其实是最有投资价值的 因为还有一个 就是我刚刚在前一段有跟大家提到 亚洲经济体是非常多元化的 它不是非常极度的仰赖 这个所谓的商品的一个市场 不像拉丁美洲 譬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巴西 甚至我提到像俄罗斯来讲 这些都是极度仰赖所谓的 商品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国家 因为像巴西 我刚刚提到25%的出口 都来自于跟商品相关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如果你的经济体这么多元化 它的长期投资价值绝对是存在的 只是短线当然难免会碰到一些 所谓的上上下下的一个起伏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我记得像这个罗杰什他之前在提倡这个 在商品这个大多头之前 他在1990年代初左右 他就一直在讲说商品的大多头要来 然后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商品的大多头 是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真正的 2003年才真正的启动 他喊了10年 他很有耐心等了10年 可是他那一波他赚了多少钱 所以其实这里要告诉大家 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亚洲的一个经济动能 企业的获利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前景 其实是看好的话 其实他就值得你去做中长期的一个投资 或者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全球的 100大的一个企业里面 也许现阶段你看到 大多数都还是在欧美的企业为主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要看看 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 会有更多的亚洲企业挤进这样的一个排行榜 譬如说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的一些 像网通相关的一个概念股 或者甚至一些所谓的 这个手机的一个制造商 我们都看到其实有少数几家 已经在这个国际上面 已经开始在发光发亮了 所以未来的一个可能10年20年 你会看到在全球的100大的企业里面 你会慢慢的看到中国的企业 你看到其他的亚洲的企业 慢慢的成为全球的100大 过去我们其实都把目光放在什么 放在金砖四国 BRIX 但后来是加了一个S 因为加了一个第五个国家 还有南非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过去的眼光都摆在那边 但是现在慢慢好像又开始转向到 东协国家了 那您刚刚稍微约略的谈到这边 我想请教您说 接下来会不会东协国家会更亮 它会是下一个最亮的亮点 好 那东协国家其实我们都知道 过去三年多以来 东协国家的股票市场表现非常亮丽 尤其是菲律宾跟印尼 非常非常的亮丽 那东协国家我相信其实现阶段 也慢慢的出现了所谓结构性 要去做改革的一些 一些它的一个一个时序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譬如说以印尼来讲的话 印尼其实是这一波大家认为说 假设资金开始退潮 它可能是会受到最大冲击的国家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亚洲里面 唯一两个是经常这样逆差的国家 经常这样逆差就表示是 进口大于出口 那所以你当你是经常这样逆差的话 基本上你的外汇存体就很难去累积 对 那其实有两个国家都在东南亚地区 一个是印尼 一个就是印度 这两国家是属于所谓 经常这样逆差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印尼它接下来的是 当然就是它的一个政策性问题 那最近最红最火热 最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 印尼过去以来一直都在 这个所谓的这个石油的一个贴补政策 最近你可以发现 它其实要慢慢要把这个贴补政策拿掉了 因为印尼的人越来越有钱 买车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政府发现 它的这个负压力越来越大了 所以它慢慢要把这个政策拿掉 可是因为他们在讨论 要把这个政策拿掉 你可以发现 社会上面开始有一些抗争的声音出来 所以印尼能不能够 就是说它成功地把这个政策 导到正轨上 我想这个其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可是我们也看到就印尼在今年 它会面临到的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如果把石油的贴补政策拿掉的话 它的通膨膨胀压力会马上的跳上来 马上跳上来 大概将近8个%左右 那如果它一旦这个通膨跳到8个%来看的话 你就会可以发现 它的升息压力就会来了 它升息压力会来 那我刚刚提到亚洲投资的最大利多 它的因素就慢慢在消失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大家在看 印尼其实过去几年来是最辉煌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市场 可是在今年它相对包含印尼顿的一个货币 其实贬值压力是比较大 再加上我刚刚提到 印尼它其实还是主要的商品出口的一个国家 那最近这个大概一年多以来 商品价格其实是在往下走的 所以对它的一个出口来讲 其实它的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反而是一个让逆差其实维持在 同样的都是在逆差的一个水准 所以其实以东协来讲 我相信自从它签订了这个所谓的 东协的持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协议之后 它其实国与国之间 其实贸易其实是持续在加强的 那关税的一个减免 是有助于整个区域性的一个景气的一个复苏 可是现阶段不管是东南亚或者是东北亚 东北亚主要是在中国的部分 那东南亚其实我刚刚讲到印尼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面临比较大结构性的一个改革 那中国也是面临比较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 所以对于亚洲来讲 到底是东北亚好还是东南亚好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认为说 不是说用这样简单的去做区分就好 其实重点还是在选股而不在选市 就是选择股票其实是比较重要 为什么选择比较重要呢 我们会认为亚洲地区可以有哪些投资的一个机会呢 那这个机会我们认为第一个就是能够受惠欧美景气回温的一个国家 那能够受惠欧美景气回温的国家 基本上我们称它是高贝塔值的亚洲国家 那哪些国家是属于高贝塔值的国家呢 基本上包含像台湾 香港 新加坡 这些都是属于高贝塔值的国家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受惠欧美的一个订单来源的一个机会 相对会比较高 所以这些国家基本上也是在下半年是值得你去做布局的一些地区 因为它可以收回这样的一个景气的一个利多 那第二个利多呢 不包括中国 对 目前还 因为中国其实还有一些 就我刚刚提到 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影子银行的问题 它还有待去解决 所以它有一部分的一个 如果你直接去投资中国 现阶段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不过当然中国还是有一些企业 它譬如说它在香港上市挂牌的一些企业 如果它是可以受惠这个欧美景气复苏 这当然也是可以去做投资的 那另外我们看到欧美今年的圣诞节 搞不好会有一些不错的行情 那如果真的有不错的行情的话 其实高贝塔值的亚洲国家 是值得大家去琢磨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波 从Brenkie它提到说 可能要提前的把这个所谓的QE的规模缩小 之后呢 我们看到利率会有上升的一个压力 对不对 那利率一旦有上升的压力呢 其实我们看到 像香港跟新加坡的地产股就被错杀了 那其实香港跟新加坡地产股 里面当然我们讲的是属于商用不动产部分 而不是在于所谓的住宅的不动产相关的一个类股 那为什么是商用不动产 最主要原因是 我们看到新加坡或香港 其实它是算是亚洲蛮重要的一些营运中心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欧美的国家 其实很多人陆续到香港或新加坡来设置它的一个区域中心 所以对于商办的一个需求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以举例以新加坡来看的话 它其实过去这五六年来 它每年的这个所谓的租金的一个成长 是大概10%的一个成长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像这样的一个产 相关的产业 基本上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 那趋势没有变 这些产业如果这一波被击杀之后 其实它已经回到不错的一个投资价值 第三个可以投资的就是东协国家内需跟基础建设 就像我刚刚提到 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年来 有不错的一个景气复苏 再加上它的一个政治区域稳定 亚洲国家很重要就是政治要稳定 稳定之后呢 这些国家当经济慢慢在复苏 人民慢慢变有钱之后 就很多的内需跟基础建设 会有很多的一个支出出来 所以在东协国家内需跟基础建设 也是值得大家去做投资的 好 所以总结来说 其实对于亚洲的前景 失落的投资这边还是看好的 对 可是就是要看选顾不是选市 是 因为从您刚刚所分析 就是亚洲这些这个范围其实很大的 对 所以你说要选东北亚 东南亚 选谁好 其实并不见得要这样子的一概而论 真正的重点是您刚刚所提到的几个重点 包括像是有 我听到有香港 新加坡地产的类股 还有一些龙头股 另外还有受惠于景气的一些循环股 内需基础建设相关的一些类股 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留意的焦点 非常谢谢张翠玲副总裁 今天来到亚洲最前线 那么在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 今天的《今日我最传》 我们要带您看台湾高雄 有餐厅业者请到了 以蔬食料理闻名全球的 米其林三星法国主厨 推出号称是全球最贵的 一克要价10500元的 全蔬食套餐 稍后带您去看看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 纽约曼哈顿最高贵的住宅大楼 即将要落成 一平至少640万元新台币 美国房市在最近根据了 《华尔街日报》报道 亚洲投资人 投资美国商业房地产的规模 甚至都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栋75层半店住宅混合大楼 即将落成 是纽约最高也最贵的房地产 卡内基57 它的view超好 中央公园一览无遗 这将是曼哈顿史上最高价 出售的单个住宅物业 30公分建方的大小 卖6000到8000美金 等于一瓶640万台币起跳 这样的房子谁买得起啊 四五成的买主依旧是美国人 那另一半呢 是新兴国家的大富翁们 尤其是大陆的有钱人 最近大陆银行业闹钱荒 丝毫不影响路客的海外炒房 根据房地产资本分析 大陆跟新加坡投资人 今年投资美国商用房地产的规模 已经年增数倍 累积整体亚洲投资人 投入美国商用房地产的股权规模 至6月中已经到达了52亿美元 创下历史的新高记录 亚洲人看中美国房地产的标地很广 包括夏威夷的度假村 纽约的住宅 和芝加哥的办公大楼 4月份的数字显示 美国20个大都会区域的 独栋跟联栋房屋的价格 跳涨了12.1% 创下7年同比数字的最高涨幅 其中旧金山房价涨了24% 拉斯维加斯涨22.3% 凤凰城升了21.5% 洛杉矶19% 迈阿密13% 专家提醒 现在的房市已经过热 小心2008年房市崩溃前的前车之鉴 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 在台湾的高雄 有餐厅业者请来了 以蔬食料理闻名全球的 米其林三星法国主厨 推出号称全球最贵 一克要价10500元的全蔬食套餐 他的这个就好像是TOLO 但事实上是甜菜根 在法国主厨的巧手下 单调的寿司米搭配上颜色鲜艳的有机甜菜根 这道甜菜根握寿司 小巧又精致 还有这道摩洛哥坚果油版北非麦粉粒 主厨随性的将数十种蔬菜铺在桃盘上 就像是作画一般 高雄市有餐厅业者 请来了以蔬食料理 闻名全球的米其林三星主厨 推出午餐一克要价9500块钱 晚餐10500块钱的素食套餐 限量500克两个月内就被抢定一空 有些人就觉得蔬菜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一个价值呢 但是其实都有很多有机或它有一定的价格 除了顶级蔬食套餐抢客外 饭店业者也推出了主打干式熟成牛肉 来满足老桃味蕾 将进口的美国牛肉放在恒温负一度到零度 恒湿30%的冷藏室熟成21天 利用酵素和微生物的作用来增加牛肉的嫩度和风味 吃起来牛肉的味道很重 然后很浓郁 然后是比一般的牛肉还要嫩 饭店推出的干式熟成乐眼牛排8盎司 就要价1880块钱 纽约客10盎司则要价3800元 不论是荤食还是素食 业者都纷纷抢在暑假 推出高档料理抢顶级客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琴 跟您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